1979年初夏的一天 卢沟桥刚刚经过一场暴雨的洗礼 显得颇为宁静 桥中央一位中年男子焦躁不安地走动着 一边观察着桥上的各个部位 一边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那时候卢沟桥损坏得相当严重 那个天天的有的石头石子天天的掉块 这个为卢沟桥忧心忡忡的男子 正是刚刚上任的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景星 卢沟桥在1961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之后迟迟没有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越来越重视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局随即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 专门负责卢沟桥及其周边的文物保护工作 郭景星成为第一任所长 既然是保管路过桥 你就把这个桥不能让它损坏 那是全国这个交通要道啊 是吧 现在都很大的事了 一保护桥一退 那现在得建新桥啊 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让人重视 得拿出什么非常形象的 具体的能说服人的东西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约15公里处 这座桥建造800多年以来 一直是连接经济地区和南方各省的交通要道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桥上依旧车水马龙 为什么毁坏 车走得多了 多到什么程度 数数 我就敲东两个人 敲西两个人 天天数 一个小 一分钟过多少车 过大卡车 去握车多少 根据郭景星的调查 从上午8点30分到10点30分 两个小时内的统计 卢沟桥上通过了1441辆车 平均每分钟12辆 日平均车流量竟然达到了15000辆 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载重卡车 这个数据让郭景星感到很震惊 要知道 鉴于上世纪六几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 当初设计师也不过设定为日均一万辆的车流量 这种超负荷的运输状况 对于一座古桥来说 伤害非常大 郭景星站在桥面上 都能感觉到桥在轻微地晃动 谁站着桥呢都感觉 他这个桥你看 这边是走车的 但是说这是走人的 人在掀空的呢 十字在掀空 人也在掀空的呢 人都走 这这么大桥 展宽这么多 这是人行道 人行道在掀空的走呢 车里一过 晃人都晃 我亲自感觉 谁都感觉到 当时 卢沟桥的构造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通行便利 1958年 卢沟桥桥面的石头被搬走 改铺立青 1967年 又将卢沟桥桥面拓宽 在卢沟桥的南北两侧 悬空展宽了1.5米 作为人行道 卢沟桥的运输能力 因此大大提高 为往来的车辆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但是这也给这座古老的石桥 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没有几年 那石头全美了 那坏得真坏 它坏得什么程 它为什么坏 天天晃悠啊 那石头哪能晃悠啊 那一晃悠不就裂吗 这一过车它就晃悠 一过车就裂了 确定了卢沟桥正处于超负荷运输的状态 郭景星立刻开始着手统计 卢沟桥上 狮子 望柱等各个部分具体的损坏情况 统计过程并不顺利 郭景星统计的数据总是有变动 往往第一天统计完了 第二天又发现了新的损伤部分 你比如说今天10号去查 损坏三个 到11号去查 损坏都变成五个了 卢沟桥上狮子的损坏 让郭景星非常担忧 因为这些狮子 是卢沟桥最富特色的元素 卢沟桥 281根望柱上的大石狮子 形态各异 最有趣的是围绕在大石狮旁边的小石狮 也是姿态万千 根据郭景星当时的调查 有91只大石狮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占总数的35.2% 有27只已面目全非 看着一份份的数据和报告 郭景星感到 卢沟桥已不堪重负 他决心要让更多的人 开始关注这座桥的现状 全国各地都重视 所以我印成一百份 政协的 各级领导的 北京市政府的 甚至国家文物局的 丰台区政府的 还认识的有关专家 所有的朋友 有关认识的政协委员 正式的人大代表 我都给他们寄去 寄一百份 这半年整记了这么九次 写了九次紧急报告 郭景星关于修复 卢沟桥的呼吁 很快得到了重视 1985年 北京市成立了 以全国政协常委 萨空了为组长的调查组 开始着手策划 卢沟桥的修复工作 郭景星上任以来 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谁知还没等到工作推进 两个月后的 一个闷热的下午 郭景星惊愕地得知 北京市供电局 有四辆分别载重 250吨的大件平板车 要从卢沟桥上通过 不走 我也做不了手 走我也做不了手 我只能放上报告 有国家文局 市府文局 有市政府 让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 你最好别过 多危险 大了一个水泥的桥 很窄 很矮 另外 过汽车不行 过汽车一过 就得就压 只是过这个人行道 地区都得走这个车 走卢沟桥 事情陷入了僵局 一方面 卢沟桥到底承重多少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另一方面 北京烟山石化 是国家重点工程 这批进口的设备 我们明明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 around the world 我们明明明的关头